居家养老中心将设立专为中风或帕金森等患者设计的特制餐具展示区 除了帮助居民学习掌握居家养老资讯 中心也将协助居民以较低价格购买医疗辅助工具 而坐落五吉巴都东区的德教太和观乐林活动中心 自去年9月启用以来 以吸引进签名超过50岁居民加入 80岁的曾婆婆每天就到这里运动 还不时自行测量血压 中心比较好 乐林有个讲话比较开心 不能一个人在家就很寂寞 这个一站式的社区服务中心 每星期也安排医生或护士义务为居民做体检 另外随着区内的黄庭芳综合医院和育狼社区医院 在这两年陆续落成